一花以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许多人都在拼智商,拼人品 其实,如果你能在生活中大之若愈 才能更得周围人的人心 很多人聪明,锋芒逼漏 结果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和打击 而如果适当的糊涂一点 就会免此灾难 还会获得名利双书的友谊 一个人想要成功 可是执行的路上总是经济遍布 阻止自己的前进的步伐 此时,如果你装装糊涂 则会迎来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所以,人有的时候糊涂一点 就能够保全自己 让自己在人生的路上稳步前行 去离鄙视,取得成功 人或一世,你再聪明 也要学会装糊涂 一,小事糊涂,大事精明 宋太宗手下有一个名叫吕端的大臣 一辈子清正连结 以朝事为重 是一位爱国爱民难得的臣子 宋太宗因为他的忠厚 向他提为宰相 但是李端却拒绝了 原因是,另有一位大臣寇准 性情刚烈,阻止多谋 也是一位难得的忠臣 如果自己被皇上提为宰相 恐怕寇准会不服 这样就会自生事端 会对朝廷造成不利的局面 于是,李端就糊涂了一次 他向皇帝禀奏 说扣准非常忠诚 希望自己与扣准一同当在下 一同谋伤国事 皇帝同意了 可是,做了不久 李端就让位了 其实,李端看似糊涂的让位 不过是不计较 后来,李端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抓大放效 很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他都让给了别人 于是,朝中传出李端糊涂的说法 有一个小将当着李端的面 说他糊涂 然而李端并没有介意他说 他不想问他的名字和原因 因为如果他知道了 就会愤恨 恐怕以后对待他也难以公平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势必攻心 必定会活得很累 做人,小市场糊涂 会减少自己的压力 因为有些事情不需要你矫正 就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发展 而自己解决了 说不定比你亲手干涉 解决得更完美 古罗马有一句名言 行政长官不易过问细节 充分说明了 细节糊涂 其实是一种处事精明的手段 《训者天论》中说 大小在所不为 大智在所不虑 意思是说 能干的人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 聪明的人 不要考虑不该考虑的问题 人的一生要学会审视夺势 学会有的放适 分清自己应该做 和不应该做的事情 适当地糊涂一点 才会一生顺遂 二 糊涂 会保全 你的平安 人在社会中生存 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难懂的事 难懂的人 难懂的心 当这一切都如潮水般 蜂涌而至的时候 我们只有迎难而上 此刻硬扛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谁都希望自己精明一点 保全自己的位置和利益 但是 有一句话叫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尽情性命 人过于聪明不是好事 有时候会在无意间伤害了自己 老话讲 难得糊涂 人有的时候糊涂一点 反而会救了自己的性命 朱元璋 刚做皇帝的时候 请人为自己盖了一座宫殿 用于自己闲暇生活之地 有一天 朱元璋无事 便在自己的宫殿中四处走走 感慨之心 由人而生 仰天感叹 想我之前 只想自己报复 做些抢阴两的事 没想到 会有今天的模样 这时 他看见梁上有一个人 正在刷游戏 游戏象听了 都吓破了胆了 可是他故作镇定 假装没听见 朱元璋非常恼火 心想这件事 如果被游戏象传出去 自己会被别人耻笑 于是他大喊游戏象 让他吓了 可是游戏象就是装作 没听见 后来 游戏象因为装龙作哑 装糊涂 就躲过了一见 朱元璋 因为游戏象耳聋 也就没有对其 在深究此事 游戏象以自己的糊涂 保全了性命 苏氏有言 但愿孩儿 鱼且鲁 无塞无难 到共进 如果一个人太聪明 聪明国度就会害了自己 说不定就会让自己骄横 无中无人 或者会因此受到别人的排挤 而这一切 如果你装作糊涂一点 就能够避开这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 人心里聪明 外面糊涂一点 可以保全自己的生活 顾世云若想平安皆有贵 须知糊涂值千金 我们装作糊涂并不是真糊涂 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受到伤害 也是为了将来成就事业 积蓄自己的核心力量 三 越有本事的人 往往越会装糊涂 装糊涂看似愚笨 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聪明人都懂得装糊涂 这更体现了他们睿智的一面 聪明人会在事实的场合装作糊涂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国的时候 诸葛亮辅佐刘备 他为争取稀数的地盘 去找孙权 联合抗操 可是 周瑜并不支持诸葛亮的计划 他认为曹操打不得 如果打也只会是败招 和曹操必须将何为上策 诸葛亮见周瑜无动于衷 于是心生一计 促使周瑜对曹操粗疑打发 原来 诸葛亮故意在周瑜面前 饮食作福 说曹操是好色之徒 贪恋江东耳骄 大乔是孙伯福的夫人 小乔正是周瑜的夫人 诸葛亮则装糊涂 装作不知此事 向周瑜陪布施 周瑜大怒 联合刘备大军抗操 这就有了后来的赤壁之战 以及三国鼎立的局势 装糊涂不是真糊涂 而是成人之快想出的计策 聪明人找准事情的 实习装糊涂 反而会得到 事被公办的效果 更能够先发指人 聪明人装糊涂 既掩盖了自己的才华 又凸显了自己的魅力 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体现 周国平说 人活事上处吃水之外 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 他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都说和任何人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没有分寸的留白和交际 只会使人际关系陷入僵局 所以 生活中 适当的糊涂一点 明白的事不说 不明白的事不问 人前不评论人好坏 人后不论人是非 过自己的日子 于事无争 才是最聪明的生活方式 天下人 熙熙攘攘 皆为历来历望 想要看清一个人 看清一件事 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经验 所以 与其费力的研究人际关系 不如 装作糊涂一点 躲过事不关己的 是是非非 过自己 悠闲日子 人生 糊涂一点挺好 没有是非 没有恩怨 更没有亏限 避开了尘世喧嚣 剩下的就是 闲庭信部 近看天边 云圆云书 闲看身边 滑开滑落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你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 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